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以新品为首的中小创个股小幅反弹 近期市场人气持续低迷 截至五间收盘 上证指数下跌0.6% 报3283点 深圳城指下跌0.3% 报10822点 创业板指变动不大 报1758点 上证50下跌0.8% 报2885点 截至五间收盘 两市总成交额最新数据是1887.5亿元 对比昨日缩减458.8亿元 两融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10124亿元 缩减133亿元 从盘面上来看 今天芯片 半导体 集成电路 无人零售 猪肉等板块涨幅居前 钢铁 保险 机场航运 有色等板块跌幅居前 在中型一级板块上 领涨的是农林牧鱼 国防军工和电子元器件 涨幅全部都不超过1% 领跌的是钢铁 建材和非银行金融 其中钢铁是跌幅2.42% 建材和非银行金融跌幅超过1% 截至目前为止 户股通净流出13亿 深股通净流出2.6亿 下面来关注一节今天的优选新闻 昨日互联互通北向竞卖出是31.3亿元 创了10月24以来的高位 其中互股通竞卖出27.1亿元 创下2016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另外 今天是2月6日 央行进行一年季的MLF操作 规模是1880亿元 利率持平于3.2% 这次操作等额对冲到期量 单位如前几个月提前续做全月到期量 12月16日还有1870亿的MLF到期 另外 今天还有2400亿的逆回购到期 央行并未进行逆回购操作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 腰财证券的一股分析师黄长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市开盘就已经失守了 3300点 一路是震荡走低 低贱3276点 那么五间收盘的时候呢 是起稳了一点点到3280点的位置了 那么从资金面上来看 今天央行是对冲了MLF到期的1880亿元 暂时没有收回的动作 那可能说资金面上已经是比较紧张 看得出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那么另外南水北上是创了新高 那么资金面上这些消息 对于今天大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有没有起到一些影响作用呢 好 那么首先补充一个点啊 刚才说这个南水北上 这一部分南水 我们说它是一个出逃的一个状态啊 并不是说流进去 那么昨天呢 是特别这个互股通呢 是净流出27.47亿元 那么是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 那么这呢 给今天整一个板块上面的 我们说廊筹股啊 这个整体打压情绪打压是比较严重的啊 那么说回今天这个央行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啊 我们说一个放水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也是啊 我们说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动作了 那么从这个一两天隔夜的这些同业差借利率来看的话呢 那么目前还是啊 可以说一些回落 但是呢 从这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这个啊 资金面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还是啊 相对比较紧张啊 那么是不断穿一个新高的一个一个动作啊 那么一般来看呢 我年中的这个年尾年末的话呢啊 这个资金面是趋紧啊 那么现在当前的阶段呢 是属于一个啊 资金的一个价格是加速上升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这呢啊 会给这个股市的一个资金面啊 带来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啊 啊那么另外呢说回今天这个旁边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看到今天这个白马蓝筹啊 包括周期股 周期股呢 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啊 啊那么早上呢 就出现了这个我们说风格转换啊 也就是昨天的一些中小串跌的比较严重的个股 早上是有所啊反弹啊 那么截止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呢 到暂时是一个弱反弹啊啊 那么也可以说早上这个风格转换呢啊 是昙花一现啊 那么暂时现在这个阶段呢 不建议去追入场里面啊 但是呢可以积极的去做一些选股啊 那么是啊布局 那么当前的话呢啊 昨天节目里面有说到说这个3300点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呢啊 昨天早已破位啊 那么今天跌破这个3300点 也就是啊情理之中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跌破3300点 首先啊一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口味啊 这个情绪上面是啊 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打压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港股这个截止5000也是出现了一轮跳水啊 那么这呢跟这个美国税改方面带来一个外溢冲击啊 有相关 那么进而啊 直接影响到这个中国整体经济啊 那么投资者们啊 可能对这个市场上啊 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担忧啊 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赤心赤心股啊 啊早上是有个止跌啊 一个反弹的一个一个表现啊 那么这个前期的龙头股呢 这个涨月科技也是涨停啊 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啊 昨天呢是出市场上出了这个几折 关于这个监管城啊 严打这个油资方面的一个消息啊 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般风涨停的话啊 啊都是油资的一个行为啊 啊那么啊就这个情况的话呢 暂时还是不要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 嗯那么就先更正一下啊 刚刚讲到这个南水啊 其实是一个资金出逃的状态啊 嗯那么其实刚刚也像Mark提到了 主要是跟美国税改可能有一点关系了 嗯那么税改因为将企业的这个利得税调低了之后呢 很多在香港的一些海外聚企都会将资金可能会撤回到美国去啊 那包括像苹果啊Google啊这些 那加上美国也传闻说12月可能会加息啊 香港投资者可能也会有一点恐慌情绪 那就将资金撤出了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央行 它现在是没有像提前几个月 没有像之前几个月一样提前续做全月的到期量 那虽然说是有对冲这个MLF啊 但是目前来看可能还没有一点说比较明确的放水的动作 嗯那么是不是说到年底了资金面上还是会持续紧张下去呢 好那么这个情况呃从这个今年六月份以来看的话呢 啊或者说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呢 中呃这个央行的放水都大多数都是这个呃灵活性比较高啊 因为现在可用到的这个调节啊 这个货币资金流量的这个工具越来越多啊 那么呃相信这个年尾呢会在这个平稳啊趋紧这个中度过啊 那么过了这个年末的这个时间呢 相信这个资金面是能够有所缓和的啊 那么再补充一点啊 说到刚才这个美国税改 那么之前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有写到说 这个对中国的外溢影响啊 特别是中国股市啊啊 是需要进一步去跟踪判断 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首先啊有一个就是呃刚才米修提到说 这个通过美国30% 35%的企业这个税啊 啊降到这个20% 那么首先一个对于很多世界啊各地的一些制造业也好 那些企业呢都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商啊建厂的一个环境啊 那么包括前不久这个朝德万啊 这个朝德万的玻璃大王也是把厂啊开到了美国那边去啊 那么据他自己所说呢 那就是整体这个呃税改成本也好这个经营经商成本也好呢 要呃比这个国内经商的话低了很多很多 那么虽然现在这个中国的世界工厂这个地位呢 还是呃比较难以撼动 但是呃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的一个降税啊 一定程度上也是是会冲击到整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啊 那么很简单这个呃当这个我们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工厂从这个中国撤出啊 啊去到去到外美国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剩下来这部分这个人民的就业啊怎么办啊 啊这个是未来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这呢呃也是因为这个美国税改方面对于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个股啊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利空啊 那么也看到啊影响到这个美港股市场上一些科技股最近都走弱了啊 啊那么再到最近这个A股方面的估值一定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啊科技股的一个炒作也是带来一定的一个冲击啊啊 啊那么相对的这个税改呢啊对于美国本土来说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提高他们啊整体国民福利的一个举措啊 啊那么也不存在这个市场上所谓的这个啊税账的这个税是这个税务账的这个说法啊 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一国内一个内政的一个一个一个事物 那么对于我们啊中国来说要怎么应对呢啊那么市场上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啊 啊那么有的说是要降税啊跟着降税啊有的说是那个通过贬值啊 啊那么会有的说是要这个未来要加税啊或者说这个降准啊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比较市场上比较明显的一个啊做法 我们关注到这个人民币中间价是连续这个八日调降啊那么这呢可能是通过一个我们说啊人民币的一个贬值啊可能会重回这个贬值的一个区间啊 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相应的行业又会带来啊一些新的一些影响 那么也是为了去对冲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啊外溢方面的一个影响啊 啊那么至于说中国会不会也跟着去做一个降税的一个啊一个途径啊啊那么目前阶段来看 一个是去衡量这样的一个降税的影响是比较难啊这个短期比较难以实现 那么另外一个呢也会大大的降低这个中国财政的一个收入啊 啊那么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难以去推行的一个一个一个政策 那么就目前来看嗯剩下一点点时间跟Mark聊一下周期股啊 我们之前见到周期股是涨势很好但是这两天是有所回落 那么我们一直说周期股的上涨主要是这个供给侧改革促进呢 那么长期来看周期股的走势能不能够在这个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下一路走高呢 好那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呃首先从这个经济啊 我们说这个十月份的一个工业的规模以上附加值同比呢啊是百分之六点二 那么是低于预期同时也是低于这个前值啊啊 那么表明工业是一个减速的一个表现 那么第二个呢一到十月份的固定投资增速呢同比百分之七点三增长 那么比一到九月份回落了百分之零点二个百分点 那么表表示啊这个投资的增速也是泛缓啊 那么最后十一月份的六大电厂发电耗煤增速 从这个百分之十五十六点五降到这个百分之一点八 那么看到这个发电增速下滑啊 啊那么这是显示一个经济指数一个下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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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价格端啊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纹罗杆期货市场连续啊上涨接近这个高点 那么铁矿时也是连续反弹了近两个月啊 那么大宗商品表现强劲啊 那么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价格我们说价格指数上行 这个经济指数下行啊 这个经济啊价格这个出现了一个背离啊 那么出现这样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啊 我们说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行政的话的一个去场能 行政化的一个啊 环保政策的一个高压啊 并非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结果啊 那么我们看到十一月其实钢厂量呢 增速几乎有百分之零啊 那么大宗商品上的表现也是严重分化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涉及到环保啊 这个现场方面的华北地区啊 主要是以水泥啊 钢架啊这些水涨船高 但是呢这个铜价跟铝价呢 或却是这个表现频频 甚至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啊 那么这很明显就是不是一个说啊 工业需求啊的一个上升啊 也不能说是一个强周期性的一个回归 那么至少在这现在这个时点来看啊 那么所以要谨慎啊 去对一些强周期的产品啊 的一个投资包括这个钢铁水泥啊 建筑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一个配置啊 但是呢这一些由于现在价格比较高啊 啊容易出现我们说短期的一个迷惑性的一个波动啊 但是呢不不具备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性的一个趋势逻辑在啊 所以呢呃还是要对这一方面作为一个小谨慎的一个配置啊 不能配置的一个太多啊 嗯那么还是要关注他的周期性了 不要长期看不要配置太多 那么就先跟马尔聊到这里的上述股份马尔有没有持有呢 有持有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午再见